資料庫那我習慣會在那個我覺得這個 之前跟各位講那個Noltepe Plus Plus他的好處就是說你可以很方便去閱讀 特別注意說你用Noltepe Plus Plus開的時候記得在程式語言裡面改成JavaScript 他的好處就是說我覺得這個編輯器至少比那個 Dreamweaver來的好很多因為為什麼你看那個標籤有沒有這個前刮鬍後刮鬍會幫你mark起來 還有就是說你們比如說選擇這個方法名稱對不對你把它選選擇之後你會發現下面的方法名稱也會秀出來 這個是在那個 Java裡面沒辦法做到的所以當然我是覺得這樣已經算不錯了 還有就開發的時候盡量有提示的不過Noltepe Plus Plus還是有還是有些地方不足的 這個也是目前開發遇到最大的問題那麼逐步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剛剛的資料庫載入了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各位可以看到Insert into 他那個有六個欄位不過這邊只有篩五個欄位的資料 因為第一個欄位的資料是ID 它是什麼呢 他這邊有個Auto Increment 就是說他自動增號 所以這個號碼自動會增加不用去填沒關係 再來就是後面Values篩的資料總共1234也是只有四個 第幾個欄位呢中間Create這邊有沒有 它是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函數 是什麼呢 現在的時間 包含日期跟 Nol嘛 日期跟時間 所以塞進去的話 就是建立時候的那個日期跟時間 那還有這四個欄位 接下來的話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載入什麼呢載入這個時候 那我怎麼可以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 地圖為什麼可以載到這邊來 主要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就是JQuery的這個大物件 當他什麼呢 Document.ready 就是他載入的時候呢 會執行這個方式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就是要做連結 哪些連結 特別注意 你可以把它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byde byde是連結 哪一個事件呢 PageShow PageShow是說 當這個網頁被載入的時候 那 裡面的話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頁面名稱叫Page 叫MapPage 那這個MapPage 當他被載入的時候 我要執行哪個方法 GetMap 所以基本上你們可以下去 在這個